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7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新华社头版头条 现在中美双方角力 最主要是台湾问题 习近平非常重视 习近平也想在他任期内解决台湾 把台湾拿下来究竟是武统还是文片 习近平是两手交替 习近平向第15届海峡论坛 致贺心全文 这就是说明什么习近平也想成本比较低的 台湾骗到手就像对待香港一样 所以他发了贺系 还搞了一个15届海峡论坛 邀请的人不少都到北京来 到福建来搞一个活动 那么这篇文章讲 习近平向15届海峡论坛致贺心 讲到论坛的重要性 后知情谊 增进福祉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实际上现在台湾问题越来越严峻 正好相反 这活动是15届 是由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 福建市人民政府共同 就会同两岸82家机构共同举办 第一点就在厦门 那实际上还是中共自己主导的 现在台湾民进党政府给予了抵制 关于台湾问题 这方面等到下个议题再详细谈 新华社今天消息比较多 今天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吹捧习近平 学习进行史 文明探索习总书记高度重视的重大功臣 习近平现在在他的领导下 现在是可以这样讲 经济上搞得是一塌糊涂 党内军队内社会上 都有很多人指责习近平 习近平感到非常被动 怎么看出来了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就有一提 怎么讲到这个事情 就关于到匈牌新区的事 讲到匈牌新区 有个动向 6月9号发生的事 也就是上个月 中共领导人视察了匈牌新区的时候 曾催促北京方面加快搬迁 就是把一些机关 企业或者一些高校搬到匈牌去 目的是为了疏解北京 但是很多官员抵制 所以河北省委书记聂岳峰省长王政府 近日进京向中央机构企业寻求支持 希望布局更多的项目到匈牌去 加快现有项目的进度 万维网这篇文章讲说 这说明习近平的书记指示 受到党内抵制了 他不抵制不可能 省委书记省长带头去做事情 河北书记求在京机构向雄安书记分析 指出习纸受到抵制了 河北日报6月11号12号两天的报道 党政一把手都去了 走访哪里呢 6月7号到9号走访了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通讯三大电信运营商 河北省委常委 还有这个雄安军区党工委书记 国安会主任张国华 就一把手陪同 他们对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 表示希望他们在雄安新局部署更多的项目 二三级的子公司和创新业的板块 因为他的企业非常大 下面有很多企业 希望能搬到那个地方去 这样就可以给外界一个好的形象 雄安经济繁荣 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外界有些评论 这个等到下个节目再详细讲 雄安是一个老问题的 其实应该停止 因为现在这个战争有可能爆发 中美互相之间这个关系非常紧张 俄国战争还在进行 搞不好就可能未来和平年代就结束了 甚至发生这个不是冷战的问题 是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你看今天普京 今天新华社有一提 凤凰网也报道了 普京话怎么讲呢 已经讲得很重了 如果美国提供F16战机的话 那么这个冲突就要升级了 俄罗斯要打进那些给它提供这个战机的国家 讲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么今天 今天的发广讲了这个俄乌战争的形式 就乌克兰反共有新进展 积蓄200公里的射程的武器 在这个情况下 你想 习近平在忽悠什么 就凶暗心局不可实意 但是习近平不可能认输 永远都是正确的 所以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 学习进行史里面讲的 习近平就搞的一些重点工程 重大工程啊 其实根本就是啊 不符合现在中国的这个 国际局势和中国的现状啊 但是还是为了维护他的面子啊 新华市还在无耻的吹捧 你看下一题 料望 治国理政济世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正讲民族团结 还有更重要是 李希在云南考察 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啊 做中共高官呢 这个现在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抵制习近平的人很多啊 认为习近平无能 因为这地方官员说心里话 有好多都都在地方历练了两 两个省市了 都比较有实际工作能力 都看着习近平这个远远不如胡温时代 有些人留恋啊 胡温统治的时代的这个 这个内政外交政策 所以非议很多 那怎么办 就抓人 习近平就派陈希 李希啊 因为李希主主长宗志委啊 李希在云南调研时强调 继续抓好主题教育 啊 教育整顿 把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领深刻领悟啊 转化为什么呢 季节工作高质量发展 实际成效 那就开始抓人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为什么针对这个 呃 云南 这个是个 一个老巢 白安培清光荣 就反习势力老巢 反对习近平 势力最多的云南 这个地方啊 以前 呃 这两个人虽然都判刑了 西民还不放心 因为他们 在任的时候 提背一大批官员 还有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他是边锤啊 啊 边僵啊 这样打起仗来 怕这个地方出事啊 有一些官员 可能就成为带路党了 甚至反叛啊 叛逃 或者是 吊转枪口等等啊 部队也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魏海鸥 清光荣怪 魏海鸥 魏出事了是吧 薄熙来不就说 他赞成薄熙来当时 保押错了 薄熙来倒台之后 不就跑到云南了 昆明 说啊 求助员他爸爸的老草 其实这个没用啊 中共地方官员 你要想叛乱啊 这个很难啊 部队不能给力啊 部队的一些 目前情况也紧 紧张啊 当然这篇文章表面讲 两个确定两个维护 来什么洗脑 你看这里还有张图片 讲李希找了一个 淳朴的这个家庭妇女 正在地域劳动啊 所以李希过去逼逼花花 这都是其实假装 带着任务来的啊 任务就是什么 呃 塑星对地派 这个给这个基层官员呢 洗脑 你看这里已经讲了啊 叫叫具体化 精准化 常态化 什么叫精准 对对准这个清光荣的 白安培的 等等等等啊 反对协议平的势力 这个李希还视察了云南 叫一些一些大企 国营大企 还有大学等等啊 还有这个 当然要去参观红色的这个 过去红色记忆的一些纪念活动 纪念馆 朱德旧局纪念馆 国立西呢 联合大学旧事 啊 埃斯西纪念馆等等吧 这是今天官员外访的啊 叫官员出来调研的 出来走一走的 未有这个活动啊 还有下一题 解码文化自信的样本城市 长沙千载新城图芳华 就是吹鹏 虚假宣传啊 有些城市经济恢复的还可以啊 大部分比较艰难 但他不会这个报道 真实报道啊 由于这个现在这个经济搞得也是非常糟糕啊 有些老百姓非常绝望 于是呢 突发事件频繁 今天又发生了啊 昨天是广州 驾车冲撞 又发生一起 但这一次死的人少就一个人啊 上次大致的发生一起 那个人还喊 他是黄桂明寺的书 呃 估计现在判了死刑了 对吧 那是针对不确定群体报复社会 你看不光这一起啊 还有这个 昨天看到 昨天谈到了 筛西这个煤矿 矿难啊 啊 这个 缆生 钢丝缆生 这个出了问题啊 这个是也在处理当中啊 还有今天是凯仁事件 今天也发生了 这个疯狂网今天做了报道啊 你看 这是很大的事情 河北省秦桑岛 这个6月16号 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在河北秦桑岛市建国路 与护城河交汇处附近又发生一起砍人事件 一个40多岁的男子戴着压舌帽 呃 手持刀具向路人砍去 随后呢 警方120赶到现场把他制服了 视频中有男子喊 有人拿刀给我砍了 有人目击想说真吓人 你看 给大家看看今天是这个 但是他这个图 呃 做了那个处理了 因为这个是肯定对人这个 这个应该讲是 啊 这个这种场面太血腥 你看今天是凤仁王啊报道的 场面太血腥了啊 做了遮掩了 做了处理 看不清啊 就用一个人买脸是血啊 那么红星新闻联系到附近商铺 秦皇岛公安局 海港分局 正式16号 6号晚 呃 建国路确实发生了砍人事件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做砍人呢 就是习近平上次在云啊 一直到这个地方来 视察什么 西洋江雪战 越高雪战越完蛋啊 完蛋 和平年代啊 呃 应该像人家 互温的时候 叫和谐社会 虽然是假的 就起码还有一个目标 他这个怎么就斗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欺乐无穷 就矛盾时间到了啊 叫什么叫这个 啊 勇于斗争 善于斗争 结果搞到今天这个程度啊 人人互斗 呃 然后呢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希望 变绝望 绝望变导致走偏 警方表示 目前伤者正在医院进行 结束治疗 嫌疑者又算了 呃 对于网传砍伤人数有十多个 几千人有精神病史等问题 是否属实 最最最重要 以新华社的报道为主啊 为准 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新闻啊 今天 凤凰网不但报这个消息 还有类似的消息 今天还有呢 这个啊 女子深夜当街 被男子扇脸十分钟 啊 你看这一次的新闻 而且今天一个相当大的新闻 就关于指数未压的指数未压 就是在这个江西啊 职工技术学院里 这个校园餐厅里 竟然发现了有人把这个老鼠头 拿出来 放在这个 在这个视频当中发现老鼠头 不承认 说那是丫头 就到底是丫头 网上热议 今天疯狂网发了三题 全是这个事儿 江西日报平 鼠头压不热 最严重的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证 这个 说这个事情 不难坚定 什么原因是他们选择 背离常识 而于是就开展 对校园食品安全的全面整治 其实我看这个整治 那严厉一点不严厉 你这个要发上加拿大事 看这个餐厅就彻底完了 我给你讲 你背都背要再犯神 还不得罚个几个亿啊 我给你讲 人家一旦吃了这个鼠头 这个受害者 已经起诉你的话 你得赔多少钱 罚的永远不可能再开张了 我跟你讲 他这个是太 罚得太轻了 这个大忽悠 这证明在这个 你想这是个校园的食堂 你搞出这些名堂 那老鼠这多恶心的 你怎么搞的 所以最后他不承认 他马上这个事发生了以后 我给这个鼠头就愣了 他找不到了 怎么办 都会有那个监控视频 就是做做菜的时候 厨师做菜的时候有视频 掉出来 看查清了 还有那个 你你采购进货呀 都有签名查到 原来这是老鼠头 老鼠都不能整到这里来 这是匪夷所思啊 你要说这里是有头发 这很正常 已经有头发飘落 女的他烹饪过程当中 做菜过程当中 这都很正常 那也是小问题 也不行实际上 你要在这里也不行 我知道 那我在这里啊 也是有的时候偶尔 你比如说 不知道在哪场合 有头发啊 你是挺烦的 但也是无所谓 他病死头发的 问题不大 有老鼠头啊 你是有毒的东西是吧 而且不承认 错上加错 不是指路为马了 是一定要说 他是压本 结果搞了搞笑 视频呢 突撇 网上很多 成为热议 现在终于了结了 这事儿 据说要罚 那么今天就是 回到这个新华社 这说明什么 说明啊 这个 视频安全领域里边 搞得一塌糊涂 你看另一题 讲到 起码什么呢 这个文化之气 还整天催 下面是 共青团十九大 将在六月十九号 二十二再进召开 习近平杀了以后 把共青团团全灭了 而且领导核心当中 已经没有了李克强 汪洋加胡宠华等等 有人就说 习近平不需要共青团团 其实不是 他也需要年轻人 就是能够维持他的统治 只会是他选自己的人 所以共青团十九大 这个肯定将来看 这里领导层都随 保证都是习家军 越这样 工作越是一团糟 你看后几题 新时代中国青年 青年风貌素血 青春之光 还在这吹 这是为了配合 共青团团的会议 搞的 下面是 千万工程调研型 有厌值 更有产值 每天就玩这些赤枣 你再玩 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 关键叫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 和美国搞个关系 现在恰恰和美国整天干仗 布林肯 今天计将访问北京 这也是很大的事 今天美国之一 我在这个上面是不电脑当中 放的就是 布林肯访问在即 美众院共和党领袖 降低台海 紧张局势为重重之重 你看刚才讲到台湾问题了 对吧 海峡论坛的事 今天美国最近 发表了一篇文章 布林肯将去北京 拜登政府强调呢 布林肯此行 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和中国政府 建立什么开放的沟通渠道 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说 你不和美国搞好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 你要想经济搞好 这很难的 这确实 中共能够维持这么多年的统治 搞一党之声 那不就是经济后来抓他可以 对吧 特别改革开放 邓小平搞的 到了胡温那时 达到顶峰了 就算一个对内 对外韬光养灰 不称霸 和美国关系 承认美国慰劳他 在美国后来一步一趋 国际舞台上不得罪人 也得罪人 但是不那么张牙舞爪 对内休养升级不折腾 就是对老百姓 还给点小小的自由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自由 实际上 但是比西民强度了 所以才维持到现在 这会完蛋了 现在中美怎么恢复 关系很难 这篇文章讲 他说 这个布林肯此行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和中国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 推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 那中国能接受 美国利益就民主和法治了 中国下架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 还在每天践踏人权抓人 说同时针对全球地区事务 以及系列跨国挑战 进行讨论 多位国会两党议员 对布林肯此行能复其的实质成果 不抱高度其的期望 就觉得 就是走一趟 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就是最后通牒吧 说是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 呼吁布林肯 当面要求北京 停止在台湾海峡 多多逼人的军事行动 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叫迈克尔周三 接受美国资金采访 他说他认为降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因为布林肯此行访问的主要目的 似乎人民日报 新华社也在配合 就在舆论上配合 海峡论坛不就是文片的方式 他其实这时候应该宣布放弃武统台湾 那就好了 那可能就多多少少能往前推进 他不会做到 说降低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第一点 迈克尔说 他们在太平洋上的行为相当多的利润 因此我认为 让他们行为降温下来是第一重点 显然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 你看现在有数十个人权团体 要求布林肯给中国施压 今天美国资金也报道了 另外我正在推动一些出户管制 我不希望把一些技术卖给他们 让他们反过来 将这些技术用在我们的先进武器 对付我们的先进武器里 系统里面 然后在未来的冲突来针对 针对我们 这是议员讲的 讲的还是对的 我们不能帮助你发展经济 然后你强大了以后 你来揍我们 能不能干嘛 对不对 作为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 麦卡尔众议院在今年4月 率领一个由多党 多位两党员组成代表团 访问台湾 就打台湾战场派 这就激动中共 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 外交部长吴钊燮领袖见面 随后呢 中国外交部对麦卡尔实施制裁 指责麦卡尔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售信号 这个麦卡尔议员不止一次回应表示 他将北京的制裁措施看成是什么呢 荣誉勋章 同时强调没有什么能力 能够恶阻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国家呀 你看他能够成为国家 成为台湾国家 这习近平肯定不能招跳 他说布林肯此行将是他首次以为 美国国务卿设计计訪问北京 那就是布林肯这是加班受加班气 这边是习近平不干 那边议员不干 议员们不干 对吧 也是美国国务卿18年以来首次访问 他说根据美国国务院 布林肯议访问的三个目的 一是建立开放沟通渠道 讨论彼此的重要挑战 以免误判 二是清楚表明美国的价值和利益 坦率坦诚交流 美国对一系列地区全球议题的关系 三是探索双方在包括气候变暖 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潜在的 合作空间 你看他讲了半天 只有第三条有可能达成 达成点共识 双方包括气候 碳大风碳综合 其他不会有共同点 不过最近爆出的在古巴设立的间谍 监测战的消息 是布林肯蒙上了阴影 此行蒙上了阴影 《华旧日报》引述上述 关于消息讲 中国正在古巴建造间谍基地 确定美国并确定对美国潜在大惊目标 说拜登政府之后不仅正视这个消息 并指出从19年开始 北京就在古巴搞这些名堂 布林肯在这个星期一称 拜登政府采取的外交措施 延缓了中国在全球投射军力的企图 美国之音讲 他的消息同时引发两党 但有共和党籍外交领袖麦克尔 表示他不认为布林肯此行访问 北京是个好机会 他认为他不应该现在去 不是个好事 我想从来不会有访问中国的好机会 麦克尔说 上一次布林肯计划去访问是发生间谍气球事件 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他们在古巴有一个间谍卫星站 你看这一招一招 每次都有都出事 这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最严重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上一次来 习近平是真想邀请他去缓和缓 结果军方不干 国内的军队当中鹰派大佬 故意给他放个气球给他叫黄 这一次是美国的硬派不干 又把监听战的事给他弄出来了 对不对 你可见内部都是有些问题的 有分析意见的 第三 麦克尔发表了一份声明 批评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 做出太多妥协和让步 给我感觉好像拜登和乌林肯他们 就是当官的 还想缓缓缓 怕打起来 然后呢 国内的议员们 就鹰派 甚至是可能是军队的还有一些 就给你搅和了 是吧 双方之间很麻烦 尽管外交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但这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代价 博林肯 国务卿应该要推进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 并在和中国关于讨论问题时 将美国人民列为优先事务 麦克尔在声明上讲 他接受记者采访再次表达这个观点 我们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去了 那是美国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让步 就是我们去见他丢面子了 习近平坐在那里 你来先求我 媒体中共官媒这一锤 是给人感觉 美国试着 美国来磕头了 你看来了 咋不打理他 来了啊 我希望访问能产生一些正面有效的结果 我知道他们试图采取更多的魅力共识 但你看看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的讲话 他的立场很清楚 他说 那么这篇文章讲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院金应玉 他说 他希望呢 布林肯在和他的对等中方官员会晤室 能明确表明 华盛顿对一系列北京做法的态度 这个美国之音这篇文章 他采访了好多人 就是这个观点 方方面面的观点 各位朋友等在下个节目 我们再详细讲 这个金应玉最后对美国之音讲 他说我们反对他们针对美国的坚实行为 以及他们加剧对台湾和其他印太伙伴 国家嘟嘟逼人的行为和对人权的侵犯 那就不能接受 他需要向他们的同行非常清楚的表明这一点 他用了两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表明这一点 回到这个新华社 新华社今天的新闻那个不少 你看他这个虚假宣传很多 国家医保推出首批16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大家知道上次发生白发革命 就和这些事情有关了 就福利有关 这时候开始改进 怕老百姓造反 你看千万工程调研型 刚才讲到了也就是这些虚假的宣传 个人养老金稳步推进参加人数超过三千七百万人 还有天见地头看山下农忙生产进行时等等 今天看到一个小视频 讲到就是现在不是搞这个推林还田吗 甚至在山顶上还人为搞了一些种些水道 结果天气不好 就水道被冲下来了 这有点像毛泽东的时代造假 官员为了取业领导 搞这些表面文章 其实你应该因地制宜 有的地方你就不适合搞什么水道 我不去多讲 因为我下过乡 那时候就是 我下乡那个地方 原本就不适合搞什么大摘铁 提铁 非是修盛提铁 整天下马火 浪费了我很多清水美好的时光 我也是参与那些事情当年 就受毛泽东的欺骗 现在又来搞这个名堂 现在出了个西泽洞 你看后边还有宣传是防杀制杀 成效显著 53%的可治理沙土得到了改善 如果真的假的 那么今天药文聚焦里面 现在中共的戾气就是洗脑 好吧 所以这方面的报道非常多 首届 网络出版发展论坛 现在中共都不能搞论坛 而且都和言论有关系 警言有关系 你看奋进中国 大疆澎湃 全网主题宣传活动在武汉齐楼 他不用在武汉 武汉老百姓对中共最为戒 新冠这一件事 是吧就祸害了全世界 关于新冠 今天媒体也有一些报道 有三个好像有三个零号病人 这个报道出笼了 这三号零号病人 就是新冠第一个感染的 详细情况都出来了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等等等等 你看后边很多 这些不去一一列举了 尤其重要的国际新闻 今天是乌克兰反攻有新进展 急需200公里射程武器 这是刚才讲了一嘴啊 就是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和东部 多个方向继续推进 法广的报道讲 在俄罗斯空军和炮火的优势下 乌军需要超过200公里射程的武器 实现远距离精绪打击 这里讲到法国世界日落 17号早晨的报道 乌克兰副防长汉纳 在隔夜总结前线局势时 这个他讲的 他说乌克兰军队在几个方向 推进了两公里 也很艰难 但两公里也了不起了 但是面临巨大的阻力 他今天在早晨电报群上讲 尽管莫斯科在空中和火炮方面 占有优势 但乌克兰正展开进攻和防御 这个行动取得了一些行动 成功 他说在处于防守状态的地区当中 乌克兰军队失去了一个阵地 你看丢了一个阵地 乌克兰 乌军在南部同在几个方向展开攻势 而俄罗斯在贝尔迪安斯克和马里乌尔 周围加强了进攻 他总结讲 实际上我们部队在南部推进的所有地区和方向 都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 他说在乌克兰东部俄军正进行多次突袭行动 以驱赶乌克兰部队 乌克兰副防长汉纳 他说俄军最近在巴赫姆特方向重新部署了部队 并补充讲 乌克兰部队正在占领该阵周围的高地 展开局部攻势 他指出最近巴赫姆特周围战事的强度有所减弱了 此外基辅方面表示前线需要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武器 现在武器还是不行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哈夫雷洛夫 今天周六上午在一个声明中解释 他说如果乌军要赢得对俄的战争 需要远程精准的武器 那现在是打的是比较艰难 有点被动 我们所有的军事计划都按计划实施 现代战争中最重要是了解敌人的位置 并能够进行远距离精髓打击 换句话讲 我们需要能够有200公里以外打击敌人的武器 你看通过他这个文章 你可以看出现在的形式 你再看今天《新华社》一篇文章 讲到普京的说法 似乎基本上差不多 普京今天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乌克兰反共未能实现他的目标 他讲到普京是实施的 他留好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上 谈到俄乌战争 他说乌克兰未能在任何地段实行起目标 那么就是他夸大普京撒谎 遮掩了他的失败 但是多少人看出现在打的是双方的情况 他说乌克兰反共以来损失186辆坦克 418辆各类装甲车 包括人员在内损失每日持续增加 他说西方正竭尽所能 想让俄罗斯在战场中失败 他说但外方向五方提供的 约30%的重型装甲被摧毁了 装甲社会被摧毁了 包括豹士坦克 在内的外援坦克在燃烧 F16战机的命运也将如此 因为他最在乎的是 即将获得F16 F16拿的时候就空优 他害怕呀 所以这里他警告了 他说如果F16战机被部署到乌克兰境外的空军基地 被用于乌克兰战争当中 那么俄罗斯将研究如何在哪些地方打击那些针对俄方的武器 或将导致北约进一步卷入冲突 看来他开始威胁就是战争升级 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动线 那么关于其他的新闻比较多 等到下个节目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再见